本节目录影的今天呢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 全个有用情人节发红包 说实话这些年来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身边的节日是越来越多了 传统的春节呀端午啊清明啊国庆啊元旦啊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西方阳节 什么情人节呀圣诞节呀万圣节呀等等 什么样的人最喜欢各种各样的节日呢 我想那一定是商家了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而言 商家是最喜欢过节的 一到过节那就有花钱的由头了 你总得出来吃个饭吧 你总得买个驴品吧 甚至这些年来对我们经济生活改变最大的 恐怕就是商家生造出来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购物节了 而在这么多节日之中啊 我想最有仪式感之一的恐怕就是情人节了 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情人节传入到了我国 这简直成了商家们的最爱呀 您想啊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比爱情更重要吗 对于青年男女而言爱情最大呀 而恰恰就是青年男女是商家们最喜欢的消费者呀 情人节这一天啊 尤其是苦了我们男同胞了 你好歹得买多少花吧 你得跟女朋友出来看个电影吃个饭吧 甚至你还得送上这个价格不菲的礼物 而且尤其是这两年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很多人愿意在这个情人节啊 给自己的对象发红包 当然主要是男生发给女生的啊 很少看到有这个女生给男生发红包的 尤其是有些女孩啊 还特别爱线 情人节当天一定要在朋友圈中发个红包截图 告诉大家 我男友给我发了多少多少钱的红包 以显示他有多么的爱我 甚至咱们都知道啊 普通微信红包的封顶 那就是200块钱 可是微信在情人节当天还把这个额度打开 让你能发520和521的红包 简直不要太贴心呢 有时候我觉得挺纳闷的 在我们惯有的思维中啊 爱情和金钱是从来都不能联系起来的 我们歌颂古往近来很多的伟大的爱情 比如说古代的梁山伯助英台 西方的罗密欧助利益 现代的泰坦尼哈尚捷克和肉丝 几乎每一对值得人称颂的情侣啊 那都是拒绝金钱 视金钱如粪土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这些年的演化 情人节慢慢的演变成一个发红包的节日了 男朋友如果在这一天不发给女朋友红包 那简直就是对他们爱情的亵渎 甚至前些年还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啊 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大哥学人家搞浪漫 情人节那天呢 给老婆发了一个52块1的红包 您别说他还真是懂点这个浪漫数字的 结果惹得老婆大怒啊 老婆说人家发红包都发520啊1314啊 你发个52块1 你这不是恶心我吗 一怒之下还把这个大哥打得头破血流 我们真是搞不懂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圣的爱情 跟这个金钱挂钩了 你要不发个520 不发个1314 那就证明你不爱人家 有的女孩如果在情人节当天没有受到红包 无法在朋友圈中展现的话 她会觉得非常的丢人 这可就苦了我们广大的男同胞了 在商家的精心操作之下 几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节日都有了购物属性 情人节你要给女朋友买礼物 那么元宵佳节要不要买 这可是我国古代的情人节 七巧节呢 那是中华民族的情人节 甚至三八妇女节也要买 以后我想这个端午清明中秋 那更得买了 那么当然那些节都要买的话 作为最重要最神圣的情人节当天 你更是得大出血了 但是讲到发红包这个事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近些年来啊 也有很多情侣 在这个分手之后 男方有可能向女方索要一些钱财 尤其是想把当年发红包给予女性的钱 要回来 毕竟咱们都清楚 虽然我们宣扬了男女平等很多年 但是在谈恋爱期间 大部分时候还是男性花钱的 对于男性同胞而言 这是很大的一笔沉重的负担 谈恋爱期间嘛 大家奔着结婚去 以后呢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现在多花点少花点无所谓 可是一旦由于种种原因 两个人分手了 以后不可能成为夫妻了 那么我以前花给你的钱 要不要退回呢 咱们这么讲吧 如果是在谈恋爱期间啊 你请女方吃了几次饭 看了几次电影 买了几件衣服 甚至送给她一两件首饰 这些都是你心甘情愿给予的 而且已经被消费掉了 你再跟人要似乎有点不仗义了 可是很多男同胞觉得 那我直接发红包或者转账给你的钱 这并没有形成消费啊 我给你钱的目的是 希望未来跟你成为一家人 这或多或少啊 有点这个财侣的意味 那么既然咱们不能成为夫妇 我有没有理由把这个钱要回来呢 我们先从法律上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我国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 如果男方以结婚为目的 给予女方钱财 并且说明了这个是财女 那么如果双方后来没有走到婚姻 或者刚刚结婚马上就分开了 那么女方是有义务把这个财女 退还给男方的 原因很简单 虽然我们现代文明人啊 不主张财女这个概念 但是毕竟财女有着几千年的传统 在很多偏远地区嘛 民间习俗是要收财女的 但反过来讲 如果收了财女 那姑娘不能嫁给人家 那当然就得把财女退回了 那么谈恋爱期间双方互赠的红包 有没有彩礼的性质呢 这主要还要看红包数个的大小 和双方啊有没有约定 在情人节前夕啊 就有很多情感类博主 哎在网上建议大家 说男同胞 你要发给女同胞红包转账的话 你最好别发个5201314 一方面没什么新意 另一方面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分开了 你想要那几乎是要不回来的 因为你发这个数个明摆的就是 你想赠予给对方的 如果明确了你这个钱是赠送给对方 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话 那你是要不回来的 所以有些人就建议男同胞啊 你要发钱最好发个整数 什么500啊 1000啊 2000啊 而且不要增添任何复言 比如说你一辈子啊 比如说情人节快乐啊 这些复言统统不要写 并在后面留上复言 这是你要的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留存证据啊 未来真的有一天分手了 你可以向法庭举证说 我这不是心甘情愿要给他的钱 这是他暂时跟我要的 或者跟我借的 我转账给他 他这可能属于不当得利 我现在要求啊 把这个钱要回来 反过来讲呢 也有人告诉女孩啊 你收到男朋友红包的时候 你最好你马上留个言 比如说 谢谢你赠送给我的红包 以便把这个证据固定 表示这个钱呢 是对方心甘情愿给你的 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也不是你向对方的借款 这样未来一旦真的有闹上法庭那一天 你这个钱是不需要还给对方的 说实话 这些建议都太小而可了 如果未来真的闹上法院 法官是要综合考量两个人的交往 历史财率以及红包给予的情况的 如果每次赠送的红包都是在重大的节假日 而且只有几百上千而言 那么大多数法官会倾向于认为啊 这就是一种无常的赠送行为 谈恋爱期间 你男方愿意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给女方钱花 那么恋爱结束了 你就没有道理再把这个钱要回来 所以我们倒是奉劝广大男同胞 既然你已经准备给这个钱了 你就不要动那些小心思了 情人节当天说实话 你要不就不转红包 你要真就转个一千五百的 下面还付个盐 那我估计这恐怕就是你们之间最后一个情人节了 但是反过来讲 有没有红包能要回来的呢 也有 这多半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以往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这种案例啊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婚外情的存在 有一些大款包养小三 有一些男性婚外出轨 那么他可能常年累月的要给这个婚外情人花钱 有钱的呢 买房买车 没钱的呢 那怎么地隔三差不多得转眨钱 买件衣服 买个首饰吧 广大小三们要注意了 千万别觉得你捞到了什么便宜 今天可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啊 那个男人给你花的每一笔钱几乎都是有记录的 买车买房 咱就甭说了 尤其是这个微信转账啊 那每一笔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此前已经有过多次案例和司法判决了 人家这个钱是可以要回去的 为什么可以要呢 咱们刚才不是说赠送是不可以要回去的吗 哎 问题就在于啊 那个男性人家是已婚男性 他给你花的每一笔钱呢 都是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个共同财产啊 必须夫妇双方共同同意才可以花 所以以往就有这样的案例 丈夫在外面包二奶两三年 突然有一天被老婆发现了 人家老婆先不调理自己老公啊 先到法院起诉这个小三 把过去这几年 丈夫给他花的每一笔钱 通通都罗列出来 然后要求小三返还 这个钱是人家的夫妻共同财产 丈夫背着他拿给小三花了 对不起 这是不合法的行为 这是不道德的交易 法院会判 这个小三要把过去几年花掉的钱 收到的钱 通通返还给人家夫妻俩 这真是大快人心的判决呀 其实我们本不应当 在情人节当天谈论金钱的 可是又是谁让我们 非把金钱和情人挂钩的呢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合法文中 是继续的